中華民國和洪怒拉斯 82年情誼化下據點 成為蔡政府執政後斷交的第九國 洪怒拉斯跟火速和大陸建交 當初美國派特使 跑一趟洪怒拉斯也無力互盤 蔡英文跟吳昭燮就是一招 抱緊美國大腿 叫美國當我們的外包一樣 結果處理不好啊 美國就要出一點力 可以搞得定嘛 怎麼搞不定呢 代表他還是國家利益為優先 他不太願意去得罪中國大陸 柯文哲諷刺 蔡政府吹噓台美關係 歷年最好卻無法阻止外交 政府狂罵洪國 未前靠向大陸 蘭偉炮轟 洪怒拉斯80年邦交 但立陶宛連邦交都沒有 為什麼可以給他12億 蔡政府外交政策 判斷錯誤才出披露 法新總統時代外交修兵 結果呢成績是好的 蔡英文上台以後 搞烽火外交斷交了九個 吳昭燮你還好意思講 你還厚言無恥坐在那裡嗎 吳昭燮部長 他說有責任絕對不回避 你沒有責任嗎 趕快下台負責吧 台湧斷交 美國白宮和美國在台協會 說鼓勵所有國家擴大 跟台灣交往 但藍軍炮轟 各國不就應該包含大陸 那蔡政府要不要調整 聯美抗中政策 別再把兩岸搞到冰封 兩岸關係遠重要性遠高於外交關係 兩岸關係不好 外交關係不容易好 兩岸關係是這些關係的上位政策 當兩岸關係相對比較和緩的時候 我們的對外關係跟國際關係 也相對比較平順 兩岸抨擊沒回碰上斷交 政府罵大陸成為常態 但若兩岸融兵能春暖花開 鞏固邦交國 恐怕也不會這麼難 記者楊潮黎璇 台北報導